五自節是台灣很重要的日子 加過年 customers的城市同樣重要 都要回去故鄉團夷 五一節 拜拜一定要穿杖 阿嬤說拜公媽要用肉杖 拜輔助要用爽的雞杖 市場裡面我四處都是各種杖 有包肉的 包兩人的 參土豆的 我想要吃的是我們黑糖 平平滴滴的雞杖 阿嬤說包機長要用青的雞杖 在台北比較厚 但是在宜蘭的樓邊就可以看到雞杖 阿嬤今年已經要90歲了 她生在日本時代 所以她跟我說 以前都是國技南台技 現在是一技南台技 現在是五十賣 因為這裡都沒有任何穿 拿出來的雞杖 在外面上 這裡要是中間 然後要船 一旦都小心 有兩款 然後要船 一旦的雞杖 地雞杖 是一旦的雞杖 所以我們可以表現 現在我還有幾年 可以跟他一起吃肉粽 過生日 但是我會跟他 把我家的肉粽跟雞粽 學起來 後來每年的五一隻 我就可以做阿嬤的肉粽跟雞粽 來思念他 阿嬤的肉粽 都FaB 要麵包 那麵包 吃ется朕 的肉粽 好 做得明天 做得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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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